吹吉鼻胸有辦法 亂擺放東西很驚嚇 家居風水怎樣擺好 師傅教你應怎樣做 旺來伯伯 好,我們星期四晚上的旺來伯伯 這個星期就會出去看到一些外景 即是說我們撤合到 有一位需要看外景的朋友 也找到師傅幫忙去看 一會兒會看到 究竟家居風水問題出現在哪裏呢 今天也有很多事情可以說 還有一個位置 我自己看下去的說話都會 咦?為什麼這樣擺放? 所以有時候不出去看朋友的家 就真的不知道原來他們 是犯了一些頗為不能接受的風水格局的擺法 不過有很多朋友都知道 香港地方太小了 有時候那些位置不是任擺 都可以馬上改到的 譬如床頭位置 根本就設計在那裏 怎樣移動呢? 這個都真的好考功夫 所以我們都可以今天 在旺來伯伯這個片段裏面 和大家講到 有沒有一些解法的方法呢? 這樣 好了 今晚我們先找到這位師傅 跟我們講一下 有些外景問題 是的 他房子的情況 吳奇雲師傅 你好 吳師傅你好 吳師傅你好 你好 好 今個禮拜 也都麻煩師傅了 其實 好多謝師傅肯 抽些時間出來幫忙看一下 去到現場看片之前 我們通常都會 拿這間屋有一些相片出來 和大家分析 或者看看究竟是什麼事 恐防有些朋友 在收費時段看不到 好了 我們一路看看不同的相片 這個很明顯 進入到家裡 看出去有一個位置 近山 大廳、房間 全部都看到旁邊的大廈 由於它很高 很明顯 看到一些角殺 是的 因為它對面旁邊的大廈 距離比較近 而且角位 其實是一個很尖的三角 尖的尖 整個房子 這些真的是尖角殺 基本上 如果是軟的,軟望的,其實問題不大 但是他們的距離相對上是比較短 所以會令住在裡面的人容易受傷、受傷 或者真的會有病痛的情況出現 我想問,怎樣為之叫做近和軟? 這是很主觀的 其實都是一個很主觀的感覺 所以我們都會跟別人看相 看相,眼大、眼小,相對上是比較主觀的 但是我們走過去的感覺 其實對面那種大廈比我們的壓迫感是強烈的 這樣就叫做近 是啊,有時候我們的感覺很值得去衡量 你覺得感覺很好的,是近的就是近的 是啊,沒錯,因為始終空間是不會有一把尺去量度的 沒錯,沒錯 好了,出現了這個情況,很容易受傷 的確是,女主人 屋主要說她經常是近的 是啊,那除此之外呢?還有什麼影響? 最主要就是小事就是這樣 有些大問題的話 其實屋裏面的人 其實就會容易 真的有些大型的手術要做 哦,OK 是啊,或者是有部分的 有幾位客人,其實就是撞車 撞車是人是會受傷的那隻撞車 是啊,都是因為家裏面 是的,是的 那解化其實是否就是 好,我不看了,封了它就可以了 唯一的方法是 因為其實你說擺水 其實水來說就是那個力量 因為它本身那個位置實在太大了 那你擺那一盆水呢 其實要很大一盆才可以撞到它 嗯 那其實我們真的退而求其次了 其實最好就是拉上臉 那就是一個解決的方法 因為我們來講 風水上面是見不到就沒事了 是啊,眼不見為乾淨 沒錯 但問題是,它全個房間 全客廳都是同一個方向 因為全客廳真的會影響那個光線 沒錯,那就是盡量的 你說落沙是可以減低的 那當然就是沒有拉上那麼好的效果 OK,那唯有這樣做 所以唯有這樣 就是最好不要看到這些 沒錯,沒錯 好,我們再看看 然後看我們,因為它是近飛鵝山 我們遠跳,這個時候也挺遠跳的 就見了一間廟,還有那些電塔 是啊,那電塔來講 那電塔來講 就因為在廳啊 還有書房那裡 其實都是要分頭下去 才可以看到的 嗯 那在主人房那裡 其實一看就沒有看出去 那所以電塔來講 令到主人房那個 我們說就是火殺也好 也就是說 都是說容易病的 是的 那所以 那距離 是叫做相對上 就沒有那麼近 但是 那個影響來講 其實都是有些的 但是 因為只不過前面那個屋 屋院的力量是近的 是 是 再近一點,再大力一點 那所以 所以都是 因為就是 屋主說主人房 都是會是偏向 長期拉閉點的 嗯 其實都是一個叫做解決的方法 其實呢 我們看到另一座大廈 在它前面 是更加近的 是 它正對著 哇,這些真的怎麼搞 那 那 因為這些其實就真的沒得搞的 那 你說 羊宅方面 如果是近一點電塔的 那就會容易 真的 癌症 叫做有些嚴重病 癌症 之類 那 還有真的 榴槤的位置不好的話 那 那樣的 其實都會嚴重很多 那 那 那講回另外一些 有些 真的如果 那個山墳 是在這個塔那裡 那 那其實就是 影響後人呢 其實是 很快見功的 嗯 會有些 有些很嚴重的意外呀 疾病呀 其實就會很快地出現 那 所以 羊宅都還好 那 如果你說陰宅 其實這件事 一定要避開的 是啊 因為如果 師傅說陰宅 是看到這些 這樣的電塔 電線 就大不見了 是啊,很嚴重的 有一家人 他是在內地的 嗯 那他剛剛就是 那個 那個墳隔離 就是建了一個電塔 好 那 之後他安葬了下去 那 然後 整家人都有 不同程度的問題 那 有幾房人走了 幾房人走了 是 是 下了之後 不夠五年內的事 嘩 那 真的有影響 是啊 所以盡量就 真的不好 陰宅 其實更加嚴重 那 就算你選了一個 地 很難有 土壯的 但你看到這樣 也不好 麻煩你 是啊 但是 又說回來 又不用怕 好像 在鑽石山後面 鑽石山墳場 隔壁都會有很多 那些 因為他本身來說 是 有很多 是一早已經安葬了下去 那些 其實影響 就會輕微很多 那 還有 那 鑽石山的位 他都會有很多電塔 但是 我收到的訊息 後人有事的機會率 其實也不是太多 但是 但是 很多時候 他們有一磅磅的人 其實都會 偏向是會多癌症的 噢 你的意思是 一 一早放了下去的先人 未起電塔的 就還好 是啊 還好的意思是 沒有這麼嚴重 是啊 OK 但是 當然我的數據不多 因為我在那裡認識 大概 有六 我想 大概十家人 其實也有五、六家是不同的人 就是那個家族裡面會有 那 這麼大的家族 有時候有可能是一個 統計之類 但是 會偏向是多的 OK 好 這個要小心 好了 我們再看下去了 這個就是工作間來的 就是先生的工作間 都是同一個方向 看出去 但問題就是 看到他那張椅子 坐下去的時候 他的頭 就是橫梁壓頂 是的 橫梁壓頂 通常就是 會令到他頭痛一點 頭風一點 以及真的沒有這麼專注去工作 或者 工作的時間 會辛苦一點 那類 反而 這個橫梁壓頂的問題 比外面輕微很多 對 你錯過少許就可以了 對 所以 拉鍊會好一點 好 OK 這個就是睡房 睡房 睡房閃燈 三眼燈 這個數可不可以呢 三次 三次 我們來說是 是非 三迫是是非 最好就不要用 二啊 五啊 三啊 這些數 是 是 如果說睡房簡簡單單的 用一盞燈 或者一盞燈 大盞一點的 其實是最理想的選擇 是 是的 還有 當然 盡量避免在床上面 攏盡燈 嗯 但是 香港的 不好的方法 有些地方 建責 就是盡量 就真的 不要用一些飛出來的 那些 一快過 平平面 不要有些 凸出來 尖角 那類的燈 相對上是 平穩一點的 或者做燈槽 四邊的燈槽 是的 四邊的燈槽 都可以的 這個就在設計上 可以避掉它 是的 盡量避 好 那就看回來了 這個真的很大件事 對於我來說 是 這樣睡的呢 因為它的走廊都很長 又是這樣 開門 就 好了 就見了一條長的走廊 然後就進睡房了 你看到它的床頭 簡直 將 即是躺下去 雙腳 就對著大門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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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門窗的做法 就真的盡量避免 但是跟屋主聊過 地方的問題 沒有什麼辦法 唯有是這樣擺的 唯有真的 入房間那時候的簾 盡量 真的要去到碰地 是 那就能阻止 因為它現在去到一半 那就是 叫做 擺了是一個擺設 是 沒有了功效 其實 要去到碰到地下 這樣才是可以的 所以睡中間的那個先生 真的有很多事件 哈哈 哈哈 沖了它了 是啊 真的不太理想的 這個就很無辜 因為它是租的 上手就是這樣設計的 是啊 它也沒有辦法 這些真的可以避免 說真的 因為 基本上 可以噴了 或者噴油 整件事就會好很多 是 這個 亦都有一些說法 像一些什麼 好像說什麼 整個棺材 棺材 是 滲出去 始終 不太理想 好了 這個再要說 就是它的房間裡 有一塊很大的黑鏡 是啊 怎麼樣 師傅一來就感覺到一些古怪 是啊 因為 先不要說其他事情 在房間裡 如果明明是一幅 黑色的牆 或者是一塊 一塊黑 總之房間 其實真的不要用太過黑色的東西 嗯 有很多設計上的人 我總是很喜歡黑色的 那家房間裡 一大幅黑色的牆 輕質的 就是病 但是嚴重的 其實是 有些客人 又做過手術 又很嚴重的問題都會出現 其實一大幅黑色的物件 在房間裡 其實真的不是一個這麼理想的做法 嗯 因為 就是這樣說 黑就是 黑金 其實黑色是屬水 是啊 就是 你說 那你躺在那裡 就是躺著海 嗯 所以 整件事都不是這麼理想 還有 中國人 對黑色來說 都不太吉利 是啊 是 但是 即使我們去外國的地方 其實都是 很少外國人是房間做黑的 嗯 另外 我都 很少見 印象中是沒見過的 那麼 他們通常都是以白色為主 其實都是 就算你房間 因為我們是 羊 也就是一個正常的人 都是要開心些 顏色是會鮮艷些 或者舒服些 人呢 其實都沒有那麼 我們說是憂鬱 沉悶 這樣的意思 第二件事就是 如果是這麼大幅鏡的話 那就 不講黑色了 就算是一個透明 一個反光的鏡的話 住在內 對著那些人 其實都是很大問題 是的 有時候會心慌慌 拍到什麼 風吹草動 會怕 這樣 都會嚇倒 所以這個呢 我們待會兒去到恐怖在線 再去分享 因為黑色的 是容易招音 是的 那這間屋 都有些東西 一會兒會見到 片段 OK 好了 這個很重要 回到廳 就是那些位置 牆身剝落 這個很明顯會漏水 漏財 是的 一來漏水漏財 二來其實都是 那個運氣 令到家裡的運氣 都是會貪少許的 是 好了 這個要很快就搞了它 還有 這間屋 真的有很多話說 它廳裡面 就是搞了一盞燈 中間那盞燈 一定有 但燈上面其實是乾坤 它開到風扇 又是這些 是的 是的 因為始終你說 就是燈 加上風 我們在風水上 都是用水和火去做一個 吹旺 又會是真的 令到風水上會好些 但是如果同一時間 又風又火 放在一起的話 其實就不會有效果 而且燈上面有一個風扇 的話 其實就會見到一種煞 一種煞 會容易受傷 之類的 其實最好就是不要裝這些燈 如果裝了這些燈 就不要開風扇 又或者 盡量不要開風扇 其實這件事最好就是這樣 因為風扇是那種 學校風扇 劈下來的 是的 劈下來的 所以如果只是風扇就OK 我們去東南亞國家 其實他們只是習慣了 只用風扇 但是風扇的位置 他們不會有盞燈 燈的位置 又不會有盞風扇 沒錯 這個設計真是 很特別 好了 還有 它的大門 原來對出是 那些後門 是的 是的 所以那個大門 一開來講 其實就是 很明顯有一股味 是工人 所以 都會 其實 這個叫做味煞 就是說 其實太近一些 以前 以前是嚴重一些 好像是 康城那邊 一開窗就有一股味 這兩年就好一點 早幾年 其實那股味真的很誇張 是的 有些如果聞得緊要一些 而且那個屋主 當年的流年運又差一些的話 其實真的病得很嚴重 嗯 所以 所以 它 太過近後樓梯 或者有一股味 其實真的要避免 是的 還有 如果你說選屋 來說 盡量不要立法防架 這個是盡量 是的 是的 但是 有時候 如果你說選了 那怎麼辦呢 其實 真的要 來不來 要 那個屋 要做些空氣清新 或者令到 沒有了那股臭味 嗯 還有燈外面 應該要 門外面 應該要 門外面 要加多些燈 這樣 那個氣場 是的 氣場會比較好 因為 始終 我們說叫它 隱才到門 隱才到門 有光才會有才 好 師傅 我們先說這麼多 馬上去片 好嗎 好 看看實景是怎樣 麻煩你 吳師傅 有需要再聯絡回來 謝謝 我們拍恐怖在線見 好 我們待會見 拜拜 好 我們看看實景環境是怎樣 哈 沒有了 看完了 是啊 最精彩的部分 就是這麼多 這只是恐怖在線 和往來巴逼的精華片段 如果你想看完全集節目的話 現在很簡單 一個月六十塊月費 已經可以看到恐怖在線 加上往來巴逼的一個combo 以及也可以上課 admonpoint.com 加上我們bibbit的手機app 同時兩個平台都會看到 那就不用看到刀後不刀費 同時都希望你可以subscribe 我們的channel 以及按鈴鐺 一有新片 你就會知道